从今年4月1日开始 Verizon电信业务在加州的业务 是改由Frontier Communication公司来营运 针对这一项改变 Frontier Communication公司高层表示 他们将尽可能来保证转换过程的顺畅 并继续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此前Frontier Communications公司 已宣布以105.4亿美元的价格 完成收购Verizon在加州 德州 以及佛罗里达的有线电话 宽带网络以及有线电视等相关业务 而Verizon的无线业务则不会受到影响 在本月初 Verizon在这三个州的原本客户 已经收到了来自Frontier Communications公司的 运营商转换通知 Frontier Communications方面表示 他们将近一切可能 保证转换过程能够顺利完成 有几个改变 所以例如 运营商转换通知 Fios电视运营商 是同一样的 虽然我们有机会 认为将近期的更新的频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 因为我们想减击 新的客户的经济 Frontier Communications方面 还建议所有用户都访问 www.meetfrontier.com网站 来获取更多的相关讯息 而如果在转换过程中遇到问题 用户还可以拨打电话 1800-921-8101 寻求帮助